你是从小零花钱爸爸给的特别少 你这很会大算 没有 我小时候没有零花钱 何炯以为是爸爸给钱少 却没想到郭老师价格就不给零花钱 这里大学还圆了一下场 家里什么都有 不 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 但打铃一点也不尴尬 小时候养成了不爱花钱的习惯 我爸是在我上学的 这个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之后才活的 但是就因为之前培养的性格就是不太想花钱 然后也不爱攀比 也就不买 就算后来家里有钱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花 外卖点一毛钱的鲍鱼 一天只吃一顿饭 因为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有的时候是醒了吃 有的时候是饿了不常再吃 然后吃一顿 像这一天就过了 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 也不舍得请阿姨照顾 打开冰箱各种过期的食品 为了应付节目组 把食材写在纸条上放进冰箱 充当新鲜的食物 听说要把我的冰箱拿到现场 然后我又担心 我没有太多的食材和准备 我就想 反正冰箱里有啥就做啥 明明同样是福尔代 却和老秦的差距天壤之变 大林吃一毛钱的鲍鱼 老秦点208块的外卖 二十二十块钱 说实话当天的准备还好 可以接受二十二十块钱 基本上点了外卖也就是这些钱 啊 你家里是有矿子 大林点了外卖狼吞虎咽 老秦点了外卖只吃一口 我真有点吃不下 绳之简佑还因为怕死买了辆麦凯伦 老秦却各种豪车轮流开 我都很喜欢小鲜 你看 我竟然是给我 光老师的钱算是花不出去了 而且我后来听那个传闻 他请朋友到他们家去 过三十分钟就烦了 就想把朋友哄走 你是不是人呢 没人可以在大林家里待够三十分钟 一边希望朋友来家里做客 超过三十分钟他又觉得烦 就是你来三十分钟之后 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萌生一些想法 比如说他怎么还不识趣 他怎么还不走 大林是真的没有耐心 消息需要攒着晚上批量回复 回复完关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床再批量回复 聊天就算是完成了 我基本上是每天集中一个时间回微信 我也不管他回不回我 我坐这儿 我这儿是在网上批头说 他不仅不爱回消息 大林还有接电话恐惧症 电话铃只要响 浑身就跟炸了毛一样 他享受孤独享受独处 所以对恋爱没有多大的欲望 恋爱是最高层次的社交 而他不喜欢社交 因为他不爱迎合别人 不如找和自己同频的人 好过自己费尽心思去讨好 都说喜剧演员私底下大多社恐抑郁 看来不是真的说说而已 买眼镜挺贵的 这个是什么 所以每回都先戴上 他得夸呀 说我们这个镜店好啊 这个是贵金属 这个特别棒 行吧 你结账发现 那个价钱也特别的棒 他就把贵金属的那个价钱给我标的 这等于买一首是 买一首是 大林顾经不起导购员的推销 摸不开面子 只能够被迫购买 家里灯泡坏的舍不得修的他 却宁愿花十万买个墨镜 被忽悠买了一条牛仔裤 自打买回家就从没穿过 买了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我一回都没出 说这裤子你看 他这个长短 这个腰围什么的 没关系 没关系 给人改 电话 喂 那个什么 王师傅吧 来一趟来一趟 两分钟 我说这个有拉锁 他肯定是不好改 放心 所以大林现在逛街 但凡进门听人喊郭老师 他的心里就慌了 主要是他给你认出来 进门先是 郭老师 还一说郭老师 我心想坏了 也得花钱了 是吧 忽然就明白 为什么师娘各大奢侈品店的VIP都有 因为有钱人的钱好赚 他们掏得起钱 又摸不开面拒绝 一句老师喊的人心话怒放 掏钱买开心 回家不喜欢不传就行了 我们下期见